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小猪酱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腐皮尖椒 切掉两头 用筷子搓进去,把里面的纸挖出 用勺子也可以挖得出 这尖椒有点长,我们把它一分为二 接下来切点蒜末 锅烧热,加点油,放入辣椒 用焖火煎至两面土皮形状 需要不时的发面 备用锅铲轻按青椒 四青椒每面都能受热均匀 煎成腐皮,剩出待用 接下来调个汁 生抽,香醋,加点糖和盐 加一勺蚝油,搅拌均匀 锅热加油,蒜末扁虾 扁虾以后倒入调味汁 烧开以后,把煎好的尖椒倒入锅中 翻均匀入味 带汤汁浓稠时可出锅 关火,出锅 好,今天一道腐皮青椒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